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叫郑元杰 我是专门给孩子写作的 写了很多书 现在我一共写了 现在是321本 然后我的书呢 已经销售出去 就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多少本呢 猜猜 100 100本 那我就饿死了 300 不是300 是3 我有一天去西班牙巴塞罗那 然后有记者说 很多画家都活的时候很穷啊 像梵膏是吧 梵膏你们 牙膏 啊 牙膏 不是 是 有个叫梵膏的是吧 画画一样 梵骨 梵骨 对对对 梵骨 梵骨 死了以后 他的画就卖得很贵了 所以像毕加索这样 活着的时候 画就卖得非常贵 所以有记者就问他说 你有什么秘诀啊 他说他的秘诀就是 终生向儿童学习的结果 学什么呢 就是童心 童心是什么呢 就是想象力和好奇心 我测过心理年龄 猜猜我心理年龄是多少岁 23 41 6岁 我有时候写作写累了 我是用电脑写嘛 然后我就会把手摘下来休息一会儿 相信吗 摘下来 看好了啊 莫丽 看好了 看了啊 炸的 炸的 我看 哦 你也会啊 好好好 那那我再我再看一个 啊 谁能知道 看着啊 看着啊 我现在拿住他了对吧 我松手他会掉下来吗 会 你的手撑着 哈哈哈哈 好 你们看到 因为这手按着呢是吧 好吧 那我要把这手拿掉 他会掉吗 会 哈哈哈哈 给我 哈 站过来 啊 你们是说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说 一我就活进去讲 说 开始 十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那他怎么这个名怎么立出的呢 你刚没有 对 对 哇 你很厉害 我觉得郑老师很聪明 我觉得郑老师在给我们变魔术的时候 很搞笑 很好玩 很亲切的老师